飞渊扶着裴昭来到苏慈屋内 发现案卷掉落一地 门窗也没关 裴昭突感不妙 不顾一切摘掉药物 并通过地上的案卷 分析出苏慈遇到了危险 当即冒雨出去找他 另一边 屈先生已经完成矿石之作 他给了苏慈一把匕首 让他自尽 苏慈靠着残存的意志扔掉了匕首 屈先生不肯罢休 再次将他催眠 幸好裴昭及时赶到 为苏慈吃下解药 随后带他回府让董如霜检查 董如霜看到苏慈的女儿身份 惊讶地说不出话 裴昭叫飞渊通知名禁述 赶紧全程通缉屈先生 还悄悄安排了其他事情 与此同时 裴昭因为中断拔毒疗程 眼睛时而清晰 时而模糊 但还是彻夜守护在苏慈身边 我会一直陪着你的 飞渊误会裴昭 喜欢男子 死见不让他断秀 裴昭只好坦白 苏慈是女扮男装 飞渊亲眼所见才肯相信 很快手下遵照裴昭命令 提前把写有苏慈眼睛的那部分内容撕掉带回 然后裴昭烧掉了那张纸 苏慈醒过来后 董如霜故意对他冰冷相待 却默默把嫁衣拿去处理掉了 裴昭看着苏慈落寞的身影 既心疼又自责 苏慈难过的痛哭 觉得自己无以为报 裴昭只希望他陪伴在自己身边 随即亲吻了他 裴昭眼睛再度模糊 他把苏慈抱上床 称自己有公务处理离开 可他出门后眼睛突然看不见了 张台仪表示只能换药方 但情况并不乐观 另一边 屈先生已半风半傻 却还惦记着美人图 苏慈跟着总署大人来到牢中 心里很是紧张 还好从屈先生家中找到的册子里 没有了记载他信息的那页 这里 大人 怎么了 怎么少了最后一页 这本册子上已知的最后一个死者 就是那页 我们发现的时候就是这页 搜索少女大人 速看版